就這麼剛好 郭台銘回台當天 組黨風聲提前走漏 柯文哲想要瞧瞧佈局 但恐怕沒能像一年前 那麼輕鬆過關 我常常都記我 不說我會選中東 我要選中東 那個消息從哪裡來的 奇怪 我常常在報紙上 讀到我的作戰計畫 跟那個人事佈局 你不是沒有否認嗎 沒否認組黨話題 卻隨著時間被淡忘 但眼看2020逼近 柯文哲找回戰場 全台趴趴走試水溫 還沒表態先做重大決定 正式創立台灣民眾黨 柯市長要阻擋這件事情嗎 有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確實有去登記 確實有去登記 他不是創黨大會 應該先投備費 傳出為了保密 還是心腹菜壁如親子奔走 帶資料到內政部 進行註冊程序 創黨大會全在8月6號 不只是柯文哲60歲 生日當天 更要向薑味水致敬 這個在 跟90年前的薑味水一樣 到處演薑 拋阻擋震和淡最大目標 無疑是瞄準不分區立委 但想當最強母雞 怎麼把政力 成功轉移到子弟兵身上 才是柯文哲眼簽最大難題 他一定董主席 他絕對可以過法定的 可以分配的不分區的立委 他要進軍國會 其實之前我們已經聽到很多 包括資深媒體的人也好 或者是網紅也好 聽說陸續都有 被柯文哲徵詢過 要不要來參選區域立委 願不願意擔任不分區的立委 所以柯文哲其實佈局得很早 柯文哲其實佈局得很早 這個政治問題我們今天就不討論了 天安民搞問題 韓國瑜沒有回應 而傳出柯文哲當選 第二年早就已經悄悄為日後佈局 如今大動作阻擋是背水一戰 三線政壇實力 還是想一戰洋戰先累積人氣 答案將越來越清晰 正式文獻 温文宣 SNG小組 台北報導